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10月27日凌晨的桑普论证 刚刚三四个小时前, 播出了新桑海神州港安商文件 在我桑普频道, 亦在杰斯频道, 讲关于特朗普和Harris的选举 我今一节亦都会补充一些, 当我们在新桑海神州杰斯频道里面 讲过的内容和补充一些新的资料给大家听 希望大家更新, 也希望大家不离不弃, 留言, 分享, 订阅,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看完影片, 以及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本人 再跟大家讲一次, 就是关于我的Patreon频道 希望大家随时可以加入, 以前在这么多年来 我都是每个月的月初跟大家讲加入的时间 现在每个月在任何时刻, 都是算你们第一天加入的时间 就是每个月一整个月的缴费, 都是由你加入那天开始算 就非常公平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踊跃地赞助 希望你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那我继续讲关于美国大选的事情, 今天很多事情讲 那为什么我会急着出片呢? 新所谓神手先播三四个钟之间出片的话呢? 不利于流量, 又不利于营收的 但我认为呢, 因为太多要跟大家讲 传达讯息是最重要的, 可能这些点击 因为这个Google 或者YouTube 它的压流量的问题 未必一定流量和以前一样那么高 但我希望大家广泛 这一节我们讲什么呢? Trump and Jimmy Lie 这个我们在傑斯频道的节目, 我都主动讲的 我主动彈了这宗消息给傑斯 那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之后呢 讲这宗新闻呢, 他很激动, 也很感动 那他都认为呢, 今次 All in for Trump Republicans, 我都觉得很开心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事发生呢? 那你讲回 我这个节目, 欢迎所有人看 不只是支持者, 可能有些 我的haters 共产党的人, 甚至 支持民主党的人, 喜欢的 那我只是说 讲事实而已, OK? 事实是这样, 你怎么诠释它 是你的问题 但我的事实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不能错的, OK? 前两天, 应该两天前 就是有这一位 电台节目主持人 美国的Hugh Hewitz 他一个出色的电台主持人 他就访问Trump 片段大概半个小时 大家可以上他的YouTube 看得很清楚 他就有逐字稿 放在网络上 标题就是 Former and Futur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Chairman Z, VP Harris And the Closing Days of Campaign 2024 这个就是说 川普 关于 这个习近平 这个卡马拉 和2024年的 选战最后的日子 那当然 一开始 就是问个问题 就是说, 喂 卡马拉 如果去处理一些 和中国的关系 那他怎么处理 习近平的关系呢? 那习近平又怎么处理他呢? 我都说了, 特朗普很会答问题 Like a baby 这个也是我昨天已经说过的 那我昨天停在这个地方 就没再说了 因为Like a baby 好像一个baby 在玩糖果 突然之一被习近平拿去 一个呢 象棋一级高手 对付一个新手一样 那就是说 我们的国家呢 甚至无呢 会消失 甚至无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就是说 这个卡马拉 是没有办法去 handle 习近平的 习近平是一个很凶猛的一个人 而他看到呢 就是在CNN 这个卡马拉的表现呢 简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表现 也就是相当差的 那 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跟着呢 主持人就问了尖弱的问题了 就是说呢 大家知道习近平呢 是对于美国最大的威胁 也都是呢 他是终身的独裁者 也都是呢 很无情的 那问了特朗普呢 能不能够 deter him from attacking Taiwan 能不能够阻嚇习近平 使到台湾免受攻击 那特朗普就说 yes 阻嚇习近平 免治他攻击台湾 我都说过 deter, defend, defeat 而deter是第一位 特朗普就说 but I don't think he is afraid to America 他不是一个对美国的威胁 如果你选择到一个正确的总统 那 我曾经跟他呢 相处得很好 我对他是挺强硬的 你都知道 我呢 曾经拿过4千亿美金的钱 的这个关税 这个是我拿过 他就觉得非常震惊 但我是直到武汉肺炎爆发之前呢 和他一直维持良好关系 那这条桥呢 搭得很远的 但是呢 我已经将他暂浪了 基本上呢 不再和他有好的关系 因为 武汉肺炎 中国病毒 这一点我们说过 接着这个 Hugh Herbert 就说了 哇,那真是挺惨 那真是挺坏的 这件事 我是 昨晚呢 节目里面呢 回到两个小时 讲这件事 那这个主持人就说呢 哇 看到这个 这个卡玛拉 已经开始 融着 这样 而他的内部民意调查 是很差的 那我现在先说说 习近平一段时间 我想他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威胁 那他就说到是什么呢 他也是 看得到呢 就是 也都对于台湾 是虎视眈眈 这个礼拜 他围绕着台湾 去做三个军事的演习 他们不是三个 围绕着台湾去做一些军事的演习 那你能不能够 对于这些荒谬的行为呢 能够制止 因为呢 如果他继续这样做呢 会破坏全球的经济 特朗普 你永远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现在做这件事 是因为没有我在 如果在我在的时候呢 他根本上不会选择做这件事 这件非常清楚的 OK 讲到这里之后 突然之间话锋一转 这个主持人就讲了黎智英 一个人呢 就叫黎智英 是对于美国的天主教徒 非常重要 也对于全球的天主教徒 非常重要 他是一位香港的天主教徒 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出版人 也都跟你一样 是一个亿万富翼 他现在被习近平困了入监狱 你想 你可不可以跟习近平说 即当你当选之后 你可以 speak to Xi Jinping when you are back in the presidency about getting Jimmy Lai out and out of the country 你可不可以当选之后 跟习近平说 你要释放黎智 以及能够使他离开香港 离开中国 Donald Trump怎么回答 100% yes 答完了 他会跟习近平说 接着主持人说 Thank you 干脆利落 完全很清楚 接着再来 Donald Trump要补充 而你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自己有一些 籃球的运动员 你知道 当我是 在第四、五、任总统的时候 有些 美国的籃球队员 就由Louis Vidal 就是这个偷野 以及一些很大型的店铺 偷野 对不对 而他们被人拘留 这是一个大新闻 这是一个大新闻 他们在中国 蹲十年间 我将他放出来 我将他拯救出来 我就跟习近平说 I said listen Do me a favor 听着我说 帮我个忙 释放这些人 他们是美国国家 那些籃球队的人员 在中国已经在做 而他们就被人断正 偷野 我令到他们释放 而且很容易使他们释放 我只是问习近平 可不可以帮我的忙 and that's it 没有做任何的利益交换 Would you do me a favor? That's the only question 接着你知他 餐厅撑开了 即是说 我说他会做 行不行 接着主持人就问 问回Jimmy Lai If you get Jimmy Lai out That will be a great victory for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如果你能使得Jimmy Lai 黎智英获得释放 这个将会对全世界 重大的自由胜利 而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家 他需要来到去美国 Come and be in America 这个主持人说的 OK 他认为这个是重大自由的胜利 Donald Trump怎么回答 听清楚了 我英文读一次 再用读文翻译一次 By the way One hundred percent I'll get him out He'll be easy to get out If we don't have people that even talk about it We don't have people to talk 即是说 无论如何 100% 百分百 我会 将它请求出来 将它请求出来很容易的 但我们现在没有人在美国 甚至没有讲这件事 这个指责什么 现任的拜卡政权 主持人就说 No we don't 真的没有人在说这件事 They've abandoned him 他们已经遗忘了他 遗弃了他 所以总统先生 任何能够阻吓中国去侵逮台湾的事情 都要去处理 还有我们看回关于伊朗的问题 其实很关切到你究竟 运用哪一个成为你的国防部长 Secretary of Defense 现在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 在你的list里面 Tom Cotton Mike Pompeo 和Michael Waltz 而主持人的儿子 事实上就是帮Waltz做的事 就问你了 你可不可以早些任命你的国防部长 比如说 在这个选举那个礼拜 已经任命到 所以他们能够 可以立即开展工作呢 Donald Trump说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就是 如果你说 在胜选之前 要任命的话 我就觉得不如在胜逆之后第一件事做 OK 胜逆之后才任命人 不会在胜逆之前 去讲人名的 那么主持人说 no no after election 一定是选举之后 比如说在选举之后的一个星期内 Donald Trump说 oh yeah I do that very soon 是的 我会很快做这件事 我能够很快做这件事 我有很多很多好的选择 我有四或者五个好的选择 你已经讲了几个人名出来的了 他们都很好 都一直有很好的选择 所以他就这样答 主持人就问 because that's the chain of command you to the security of defense and then the combatant commanders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命令的链条 你先要给国防部长 问国防部长去各级的指挥官 Donald Trump说 yeah that's right 没错 所以国防部长是要非常强硬的 要非常强硬的 Donald Trump got to have a guy you can work with 一定有个人能够互相合作得好 and you have to have a guy that can be for that position no absolutely but I'll tell you you say to me like 突然之间答答一下 Donald Trump撑起来 撑回去黎智英 but I'll tell you you say to me like 看看他怎么回答 我整段多一次给大家看 我再翻译 that's going to be so easy I'll get him out there's no reason for him being there right now except that he doesn't respect Biden and Kamala who would? who would respect them? they can't find I watched her last night and she's like a child almost 即是说 Jimmy Lai 很容易的 我会拯救他 我会打救他 不要想着说粗口 我会真是拯救他 他没有任何原因 会继续被囚禁 除非 是一个原因 就是拜登和Kamala 觉得 未受到他的尊重 说真的 谁会尊重拜登和Kamala呢? 谁有可能会尊重他们呢? 即是我看到Kamala昨晚的表现 他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 哎,很可怕 然后主持人说 It was pretty awful last night 他说很可怕 非常可怕 他根本没有办法 顺利地沟通 而今天呢 华士亮邮报呢 还在说他 突然之间 特朗普打断了 我想这个全部 这么久以来 最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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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一个 未试过做一个好的表现 而这一次是最差的表现 你看到这么久以来 就是这样 OK 这段说话 其实是逐字的打出来 你看到这段 我说到这段 后面就没有讲 Jimmy Lai 我后面那些又说很多重要的东西 包括国防部长 关于中东的问题 Abraham Arcos 很多东西 你自己慢慢看 因为他说的这些 很多都是他的造势大会没有说过 我看这么多场造势大会 哪里讲Jimmy Lai 哪里讲香港 整段对话没有一个字 讲过香港 就是讲Jimmy Lai 你看他几张Jimmy Lai放在心里面 不只是彭斯、蓬佩奥、余茂春 特朗普是很将Jimmy Lai放在心里面 他才会接这些招 他知道他有谁 他不会说 Who is Jimmy Lai 他不会说 100% yes I will get him out 很清晰 很清晰 你听完这些说法 我问你这个问题 这帮香港出到外面 做左交的一些KOL 评论人 我不开名 千万不要开名 你下面都不要开名 我只是这么说 他们只是要自己反省一下 一天吵特朗普 一天吵特朗普 一天吵 月月吵年年吵 最后看起来 在两天前 他接受这个主持人的访问 是讲得很清楚 他会拯救Jimmy Lai 那你说 说一下 这些口轻轻 花轻轻 那你跟着 你讲完的东西都不会做的 我只是好再说多一次 2016年他赢了希拉里的词 他说的政杠 他说的每一个word 基本上达成的机会率 接近百分百的 贸易战也好 对于世界和平的操持也好 消灭ISIS也好 中东和平协议也好 对国内各方面的一些 通货膨胀经济的整治也好 对于这个批判 种族理论的压制也好 其实做得相当好 我想请问你 他没有deliver 他可能有一部分 一些没有deliver 我不会否认 绝大部分deliver 做不做到是另一个问题 但他说的东西 是真的愿意做 和真的做得成功 我只是说 为什么大家不给一次机会给特朗普 去做一个他今天答应大家的事情 如果你认为 是不需要给他机会的垃圾 不需要你的 暴君 希特拉 法西斯 纳粹党 用这样去抹黑特朗普 刚刚我讲了整堆言论 谁是纳粹党呢 现在他要救出Jimmy Line 我只要给习近平一个电话 基本上我去拯救他很容易 说真的 不为也非不能也 但此之间 今时今日四天来了 拜登卡马拉政权 有没有去帮Jimmy Line 好了 你不要说Jimmy Line Josia Wong 黄之锋 好朋友 一大堆 民主党 他是左交 民主党一大堆 例如Nancy Pelosi Hillary Clinton Obama 是不是 还有他们见过很多人 卡马拉 我不开名 有在美国现在做的一些游泳工作的 前众志的某一位成员 都是很喜欢卡马拉 是不是 很喜欢teamwalks 我问你 今久以来 搞这么多花拳兽腿 说真的 那些人权民主法 自治法 那些我觉得是花拳兽腿 现在救人 我说救人 微小而实质的一些好处 救人 救Jimmy Line 救黄之锋 我就问一下 Nancy Pelosi 希拉尼 是不是 奥巴马 克林顿 卡马拉 华兹 做了些什么 我们知道 他有没有知道中国 释放Jimmy Line Free Jimmy Line 有没有说这些东西 讲完 又不是说做呢 拍心目 我包 特朗普是说得很清楚 我只要听他收音机的地方 听得断断续续 因为他用手机打给主持人 所以你只听那段片 声音是断的 但是我刚刚逐字稿 是有人在旁边录音 所以基本上 你逐字稿放在网上 我逐字读给你们看 如果你认为 Jimmy Line 是不想帮黎智英 不想帮黎智英 那我觉得 你说Trump 是不想帮Jimmy Line 就是说了乱七八糟 Trump不想帮Jimmy Line 如果你认为这样 那我觉得根据在哪里 一个缺制他一定帮 而且他很有信心帮得整个人 你不让他做总统 你让一个完全没有任何commitment 去Free Jimmy Line的人 去做总统 这帮左交居心何在呢? 居心何在? 我理得你笨也好 鬼也好 垃圾也好 我只是一句说完 香港人到今天 都不感恩很多件事 我说了无数次 已经超过一个人跟我说过 而且余茂春是亲口跟我说的 他前击跑来台湾的 在2019年7、8月期间 如果Trump没有做一个特定的事 香港就非常离谱 但是余茂春拒绝透露什么事 翻查资料 你会知道 习近平想要屠城 7月1日那宗立法会事件后 习近平想血洗香港 香港版的六四事件 集结几多军队在深圳的地方 哪个叫停这件事 不是习近平 是Donald Trump 你乱说 整件事 很多人知道内情的人 知道 但为什么美国不想说这件事 因为 他不想搞坏 和中国的表面关系 否则以后很多事情 没有所谓的 游刃有余的余地 但他真的有做事 所以在想什么 721 白衣人 黑警 合作 831 派公安 扮香港警察 打人 这当然是恶 官满营的事 但不要忘记 这个已经是 Donald Trump 做到最重要的事 如果Donald Trump 不做一件事 我 和大家 小命不保 你说 不相信 不记得 不感恩 这个就是左派的三笔 不记得 不相信 不记得 不感恩 我会觉得很荒谬的 这班人 一天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一天和大家说 进步派 进步派 我会觉得很可笑 这班人 他们相信的是谎言 但不相信真相 我会觉得 令人非常齿立 非常齿立 另外一件事 大家要注意 共产党 是用间接方式 付钱民主党 这班左派怎么解释 我只是说一个 Washington Stand 这个网媒 有一篇文章 Harris-Waltz campaign accepts donation from CCP-linked business executive 即是说 卡玛拉和华兹的集团 接受中共有关联的一个商业机构的一个主管的捐款 那这个捐款是什么呢 5万元 今次分开不同 5万元美金 算少 但是它是通过什么呢 比亚迪 比亚迪是一间中国的电子电动车 它有很多中国的补贴给它 军民两用的一些产品 会制造出来 而它是比亚迪的创办人 王全福的老婆 李沃 就是Stella Ker Lee 这个人 这个人 基本上捐了5万元 给哈利斯和华兹竞选的 这个团队 这件事是很清楚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星期二也都开始有进一步的报告指出 华兹是欢迎了三位来自中国的educators 其实就是等于老师 进入到它在1996年 在Nebraska 内布斯卡 这个Alliance High School 这间高中里面 去教一个社会课程 social studies 就是说给他们三个人去study education system 去学习美国的教育制度 而后来发现这三个中国来的教育老师 其实包括了一些中共官员 而当时这些中共官员 同时身兼在中国的情报机关做事 就是基本上是政治作战用 沈透收集资料 然后做政治作战的目的 接着这个报告更加指出 它和共产中国过重甚密 8月有更多的详细的资料 看得出 这位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就是Tim Wals 在他做National Guard 国民警卫队的时候 有12个私人的行程去到中国 你在做很重要的类似军队的工作 但你当时有12次去到中国 包括他当时发表很多的文字 是同情社会主义 Sympathizing with socialism 而且也有一个 Allegged fascination with the teachings of 毛泽东 就是说被声称 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和教会 是非常感到吸引 这个毛泽东是一个中共的独裁者 导致了4000至8000万人 在33年主政期间死亡 上个月 一个Daily Caller的调查出版 发现 华智曾经 是任命过一位 某一个政治派系的人士 他基本上是宣誓效忠共产党 去到州的委员会里面 州的委员会里面 State Board 他负责 Advices the Government on Asian American Affairs 去对政府提出 提出关于 亚洲与美国关系的建议 即是他找一个顾问 他是共产党员 所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华智的关系 是多么严重 导致到众议院的Oversight Committee Chairman 即监督委员会的主席 James Comer 是肯德基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他发了一封信 给这个联邦调查局FBI的主席 Christopher Ray 在8月的时候 去询问 华智先生 和任何中国实体 或个人之间的关系 和谁拍过当 和谁一起共事过 这位很重要的共和党籍的议员 James Comer 就说给Daily Scholar 华智是有非常铁证如山的证据 会证明他和中国共产党关联的企业和官员 是非常有关系 而使得对于共产党陷入美国的滲透 和影响力的计划是相当有关联的 另外张家敦也对于这个Washington Stand 是基本上讲得很清楚 是非常重视这宗新闻 他说华智和哈里斯的集团会 开放美国的门户 给共产党的集团 去进一步影响美国本身 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应该接受 共产党的任何钱 中国共产党会利用任何接触点 去毁灭美国 而这个地方我们必须 和他任何影响力的来源 撤断任何关系 但相反 看到李柯这案件的时候很清楚 张家敦说 By the way We now know whom Beijing favors in this election And I'm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ed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 北京喜欢哪个候选人 而我们现在不是非常意外 这个就是很清晰的东西 好了 你说这些是假新闻吗 这些全部 一单一单 全部有根有句的东西 给大家看 我问你 那些左交 你可以反Trump 但你为什么支持民主党 为什么支持哈里斯 为什么支持卡马拉 为什么支持华智 你支持他们的时候 你就等于支持共产党 就说了 猛病 我骂得很吵 因为我实在太生气 为什么有一帮这样的人 冥幻不灵 他们是蠢 还是奸 还是鬼 我不想猜 我也不想开名说 他们自己反省 面壁思过 要救黎智英的人 你骂他 收共产党五万元的人 甚至乎这个只是其中一单 你喜欢他 推荐他 我想请问一下这帮人 居心何在 又是自己反共 又是自己民主派 又是自己和共产党搏斗了这么多年 你竟然做了这样的推测 这样的决定 这样的决定 这样的选择 这样的推荐 你根本上客观上 助纣违约 助共违约 为虎作枪 落地獄的行为 我再说多次 谁今天再和民主党人 站在一起的人 你解释一下这些新闻 而这些新闻 不在主流媒体都是假 不在主流媒体都是假 你自己找 WASHINGTONSTAND.COM 你自己掃回刚刚才的 这个标题很基本 就叫做Harris Wolf Campaign Accepts Donation from CCP-linked Business Executive Dan Hart 10月24日的文章 自己找 多么荒谬 多么可怕 是吗 与之同时 我们说过 作弊 是不是三个疑问 作弊 认知战 和这个 我们知道 尤其是这个 作弊 舞弊 认知作战 和暴力 动乱 是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再说一下作弊 昨天我都没有时间说到 维珍宁亚州 其实是很离谱的 最近的司法部起诉 维珍宁亚州 在选举日之前 将非公民 和其他不合格的选民 除名 即剔除他们的名 导致法院迫使这个州 将这些名字重新 列入这个选举名册 因为维珍宁亚州 将一些非公民 剔除拜登和卡麦拉 控制的司法部 告维珍宁亚州 而最后法院竟然判决 要将这些非公民 重新列入选举名册 这一名联谱法官要求 这个州停止删除非公民选民 并恢复被删除的命 即是荒谬 你要将这些非公民 摆回入去的roll 摆回入你那个名单里面 这件事是荒谬的 即是这个荒谬到不得了 维珍宁亚州的州长 他说 让我把刚刚发生的事说清楚 就在总统选举前11日 一名联邦法官命令维珍宁亚州 恢复1,500多名 1,500多名 1,500多名 自称非公民的人 自称非公民的人 的选举权 几乎所有这些人 之前都提加了移民文件 证实他们的非公民身份 这件事即是非国民身份 这件事得到了联邦当局的证实 Yankin之前曾经表示 只有那些自我认定为非公民的人 才会从选举名单中剔除 他认为这个起诉是一个非常不真实的时刻 根据维珍宁亚州的宪法和法律 由选民名单中删除非公民的程序 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进行 这项2006年的法律 就由当时的州长Tim Cain簽署 他后来成为了Hillary Clinton 2020年的竞选伙伴 当时的民主党都不会去到那么夸张 而今时今日卡玛拉控制的司法部声称 这个随名的行为是违反了 即是说维珍宁亚州剔除一些非国民 非公民的人的行为 违反了全国选民登记法 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Act 禁止在选举前90日内 由选民名单上删除名字的规定 这个简直荒谬 就算是这样 那些都是非国民嘛 整个美国有两个Rules 一个就是说只有国民才可以投票 OK 第二件事就是说 一个在选举前90日内 基本上那个名单就不可以变 两件事是不是有矛盾 有些有矛盾的地方 那谁更重要 当然你不让国民投票更加重要 当两个法律有所谓的执法上的冲突的时候 你要搞清楚 你今天受一个形式上 90日不可以将选民的声明剔除 重要一些 还是禁止非国民投票重要一些 即是这个法官的脑生屎 那个屁股都是无脑的 一个组织的保护民主Protect Democracy的一名 发言人赞扬了法官 要求非公民重新加入投票名单的做法 他说法官下令将被清除的选民 重新加入投票名单 并要求周政府向选民发送更证的邮件 这不是Protect Democracy Protect Absurdity Protect Formal 如果这些选民 即维珍尼亚州 已经给了他们三次机会更正自己的身份 如果这些选民的确是非国民 非公民 这个裁决意味着 联邦法官要求一个州 允许非国民在美国总统选中投票 既违反州法 亦违反了联邦法 根据维珍尼亚州的法律 选民被移除的方式是当选民无得驾驶执照时 机动车辆管理局DMV会自动登记选民 并向该州发送一份自称不是公民人的名单 以确保他们不在选民名单上 州长杨金质疑 司法部对这州阻止自我认定的非国民投票 提出质疑的时机和意图是非常险恶的 所以我支持Glan Yankin的说法 Glan Yankin在法官裁决发表声明说 这个维珍尼亚州2006年通过一项法律 是由当时州长Tim Cain签署的 这个法律基本上规定了将非国民 由选民名单中删除的特定程序 并规定在删除前确认公民身份的保障措施 以及美国公民当日登记 头临时选票最终安全保障措施 至2018年前 至2018年前 2006年前颁布以来 这项法律一直適用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每次的总统选举 维珍尼亚州将会立即向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出要求 如有必要 还将会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 紧急暂缓执行禁令的请求 所以我看到这帮左交的人 一无法律常识和法治的经验 亦都无真正的认同的观点 所以令人非常沮丧 非常沮丧 所以我说这一系的新闻 我觉得是很沉重的 我会觉得是很沉重的 我只是希望大家 既希望于Trump 当然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也没有任何实力 我们也没有刀枪劲 没有大炮 但美国人在看我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明白 你们手中的一票很重要 没错 你们可以扮认很多论坛 讲加州的propositions是什么 澄清950元以下的short lifting 都是犯罪 不是无罪的 澄清而泪 但950元以下的 真是不起数为大波数 你不起数的话 就等于别人打个计数机进去 在那里按 949元拿 那你犯罪拉到之后 拉到的话 赔回等额的钱可以拜拜 那你给我也去偷东西 拉不到我有着数 拉得到我没有不着数 那我当然要去偷东西 这个就是美国 这个是加州 有些人是专门搞论坛 说什么proposition 这个是950元 是什么回事 说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非法移民 其实那个人不是个人抢东西 不是个人 coming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不是coming from prisons 我只是说 2100万人 这个已经有计少 没有计多 2100万的非法入境者 他们说不是非法 是没有authorize 进入到美国 可能是在等政治庇护 我不跟你争论 这些人是没有居留权的 没有国民身份的 进到美国 杀人犯 还要拉到 我还没计算那些 犯罪 黑素 即是不知道那些杀人犯 已经拉到的 13,099个 你回答我一下一下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他们不是coming from prisons Congo Venezuela Mental Institutions Asylum Centers 我不跟你说这些 2100万人进来 13,099个谋杀犯 强奸的 都是开人家几个的 在威雷瑞拉的帮派 去到Colorado Aurora 还有很多其他地方 你自己 You name it Springfield 多少的一些migrant 我理他入法入境 非法入境 导致整个城市觉得 怨气冲天 我只是问你一件事 你觉得这些不是问题 你觉得这些crime 不关事的 人人都可能是罪犯 一般国民也是罪犯 那些人是罪犯 我们要平等 DEI 你不要跟我BS 我只是说 你今天用常识 可以知道 这是大问题 油价加了多少 你加州和佛罗里达州 比一下 一个左州和右州 你自己比较一下 不要跟我说 其他垃圾 the obvious fact put forward to every lot of you 就是这样 所以左派的人 继续说 我只是说 今天加多一件事 Trump 要救黎智 你继续痴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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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咬特朗普就是说 你说他lazy 特朗普常说 卡马拉就是lazy low IQ stupid like a child having candies candies being taken away don't know how to tackle handle si jinping 这些是对他的侮辱 是对黑人的歧视 对印度人的歧视 对印度人的歧视 对女性的歧视 不只是对卡马拉 是对所有他有关的族群的歧视 这些就是左派 这些不是讨论问题 叫做一切的东西都是对的 接着之后 人家批评的所有东西都是错的 然后make up some excuses 说人家是discrimination 多么荒谬 于事实上 你卡马拉管控非法移民是无能 他真的完全没有办法 去出席一些和独裁者交往的场合 我只是说 拜登已经够废 废中之废 即是Jimmy Carter好过拜登 拜登都好过卡马拉 这才是最最最大的问题 接着每一次你搞成一个歌艺表现 即是变成歌声表现 全部都是celebrities 全是上到Beyonce 因为她在表演着 喂 有很多重要的发生着 重要的去面对 对不对 譬如很基本 以色列射着飞丹去伊朗 巨峰要救灾的问题 各方面的东西你不去处理 你一直玩音乐会 这件事是否很荒谬的一件事 是吗 即是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但是你卡马拉继续玩这些东西 特朗普就说 你卡马拉在非法移民上无垃 在美国论为世界垃圾桶 像 Generally非法移民为世界垃圾桶 哪就是特朗普都 college 那么转贬东西 差不多两句 又对全是特朗普说 facial 但是如果我們用着读民之外 那些非法移民是垃圾 歧视 阻交的时候 这是什么种言ony 即是很荒谬的 如果你用這樣,是叫做歧視的話,我想你真是搞錯了 我要的地方就是不准再讓這幫人進來, they need to come in legally 我再說一次,要等那些 asylum要搞這麼多東西, wait in Mexico, not in the States Do you understand? 這個東西就是他們交鋒的東西,然後左膠繼續樂此不疲說 特朗普奇思奇思奇思,講一萬九千幾次 我覺得看完之後,我都覺得相當可笑,非常可笑的一件事 然後有一件事咬特朗普是什麼呢? 他講了,我經常都跟別人說,我覺得我們面臨的內部敵人 Enemies from Ravine的問題更加大,比金正恩更加大 他在出席,我不是經常講,Joe Rogan 即是美國人氣主播博客Podcast,全世界第一名的Joe Rogan 有很多年輕人粉絲聽他的節目 剛剛星期五,特朗普就出席了Joe Rogan的節目 他說對金正恩本人我沒有什麼意見,但我們更嚴重的內部敵人 然後整班左膠媒體美聯社發生社老頭社會不斷說 特朗普過去曾經使用內部敵人的詞來形容他的國內政敵 並暗示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德人是這類人 特朗普日前還說可以派美軍來對付國內敵人,因此招致批評 這些完全折頭折尾的所有說法 特朗普認為他國內的敵人是更加重要的,等於你問我 台灣最大的敵人當然是共產黨 但更嚴峻的敵人是Trojan Horse 入到來台灣的特洛伊木馬 是enemies from within 中國黨,中國國民黨 台灣民眾黨其實是中國民眾黨 這班人基本上是真正台灣的內部敵人 他們支持者未必是,但這班主事者是enemies from within 好了,enemies from within這個概念清楚之後 你就說你主張要用美軍對付國內敵人 特朗普在說的美軍對付那些叫做殺人放火造動亂 想不斷濫殺武官的人,你當然要砰砰砰砰他 不是在說Hillary Clinton 你看回我剛剛和Hewitt的節目說 他曾經有人建議他起訴Hillary Clinton證據好足 但特朗普決定不起訴,為什麼? 她是前總統Bill Clinton的太太 曾經身為第一夫人八年時間 如果這樣去政治追殺 會惡性循環,沒完沒了,所以她扔下 你還說她是獨裁者? 這個enemies from within不是要殺 而是指出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這個選舉,民主黨裡面充滿了我們國家敵人 他們相信左派的思想 相信一種很嚴重的福利政策 用種族、用性別、環保主義甚至無階級鬥爭 來作為鬥爭動員工具 和中國共產黨過重甚麽 若不禁風,應付不了普京、金正恩、習近平 而自己本身搞Green New Deal 要取消所有燃煤的發電 珠陽變色突然之間不說這件事了 突然之間變成中間派 但上任之後全部回頭 整個中國政策 完全到今天都不知道她想搞什麼 你問那些左交KOL 卡馬拉的中對華政策是什麼 延續拜登政策 你說 I am not Biden 講過了 所以我是question mark 我不知道 而那些人的KOL當然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based on what 人家主持人問 誰對美國最大威脅國家 他竟然在伊朗是其中之一 我只是覺得已經去到荒謬的地步 OK 特朗普在和Rogan的長達三小時訪談之中 提及外界對他使用內部敵人 Enimies from within這個詞的反應 他說我用這個詞就將他們搞到crazy 我們有一個來自內部的敵人 我們有一些非常壞 我真的認為想搞垮美國的人 就是這樣的人 你知道Joe Rogan的聽眾 聽眾中有大量的年輕男性的觀眾 特朗普上他的podcast 顯然是意在爭取這個群群的選票 而這個羅根經驗 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這個節目 在Spotify 有14名1400萬人去追捧 有最受歡迎的博校節目 曾經有散播有關COVID-19的錯誤訊息 以及邀請極右派的成人去上節目 大放有關種族歧視厭女觀點的缺詞引發爭議 這些全部是左派的每刻 一個主持人當然可以請任何人上來他的節目 而每個人以為他自己的言論負責 他們是罵Joe Rogan Joe Rogan本來已經是左派一些 他是投Libertarian Party Libertarian本身是比較右派的思想 但Libertarian Party在美國的 context下 是偏左派的很有趣的 是和明實不符的 所以他本身對於卡瑪拉比較同情 卡瑪拉呢 他邀請卡瑪拉上來節目 但卡瑪拉不去 為甚麼 自殘認慰 自彼不如 為免獻醜 不如作罢 這就是卡瑪拉 Trump還在節目上對羅根說 你不是卡瑪拉的人 I know you 你不是卡瑪拉的人 即是說 你今天問我 不是基於你好像一個左派的人問我 你只是做你自己 Rogan聽完之後笑了一笑 然後卡瑪拉的質言表示 他曾經和羅根討論他的博客節目 但未成功 而羅根在25日和Trump訪談時說 卡瑪拉可能仍然會上來他的節目 我也希望他來 但坦白說 時間緊絕 你在Texas大有機會 你都不上他的節目 For what? 那你要去搖擺州 去那些Russ Belt Sun Belt 繼續做 這個有關的競選活動 因為 You can never win Texas 那你今天 你飛一轉過去 也都花很多時間 那你今天 你不把握你Texas的機會 在HoustonTexas的機會 上他的節目 For what? 是不是 那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所以你說 那些左派的標題就是 國內政協威脅性更勝金正恩 人家的意思就是說 金正恩我懂得如何處理 穆馬屠城 裡面的敵人才要更加要嚴厲看待 威脅性會更加大 整個 context是這樣的 你將它摘一句 這個就是AP 或者美聯社 或者其他媒體 專門做的一些 垃圾的說法 跟著 中國黑客入侵 美國的電訊大戶 Verizon 自立系統之後 鎖定 美國共和黨政府總統候選人 Trump and Vance 這是《紐約時報》26日的報道 第86的報道 以及民主黨候選人 Kamala 進行手機攻擊 換言之 共產黨的攻擊 給大家看一個架勢 我們是Bipartisan這樣做的 攻擊 目前不清楚有哪些資料被偷 但相信目的是為了更廣泛的間諜活動 支持人士指出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和網路安全部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 並未證實中國黑客所定的目標人物 但表示正在調查 中華人民共和國附屬機構 未經授權訪問商業電訊基礎設施的行為 並強調美國各地政府機構 正在合作積極減輕威脅 並與我們的行業合作夥伴協調 加強整個商業通訊部門的網路防禦 據了解 調查人員正在釐清 是否有Trump和Vance的通聯記錄被偷 而Trump陣營這個禮拜已被告知有關事項 三名知情者也AP 向美聯社證實有關消息 其中一個人表示 與Kamala競選團隊有關活動人士成為目標 而有人表示整個目標是否真真 是不得而知 但無論如何 好像是針對兩面的候選人 都有這方面的攻擊 OK 以這個大規模攻擊活動 搜集資料 植入一些惡意的程式 甚至利用他的手機 發送錯誤的訊息 假的訊息 做認知作戰 發出去 這三件事都會有 我希望大家都要明白 Trump團隊的發言人Steven Zhang 未提供有關中國行動的任何細節 但發表聲明指責Kamala 任由中國和伊朗在內的外國對手 攻擊美國基礎設施 去阻止Trump重返白宮 即是你阻止不力才導致到今天結果 你應該拜登和Kamala 是要對這個網攻事件 苦一定習你把關不力 但今天 是不是這樣呢 這都是選舉的語言 我會自己看到就是 Trump團隊今年少早已經曾被黑客攻擊 隨後美國司法部指控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 三名承認網核黑手 企圖破壞11月5日的大選 今次不是伊朗 中國直接上馬 所以這件事是對於兩方面的人的手機 都有這個影響的 毫無偉言 那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第一拿資料 第二就是 指出中國兩面都不妥 其實中國不妥的就是Trump 要用一個假象是兩面都不妥 而實際上我們跟你說很多話 剛剛一開始三十分鐘聽一次 你就知道中國想Trump贏 還是卡馬拉爺 而更加嚴重的呢 就是說有兩大億萬富豪 出手 洛杉磯時報和華盛頓郵報 今次很罕見 不再力挺卡馬拉哈里斯 這個很奇怪的 因為據我所知就是 今時今日 華盛頓郵報 洛杉磯時報後面 有很多金主 和中國都過重甚密 他在這個地方 中國不想壓住 我覺得這個是主要原因 跟著這班今次媒體說到 我們改過前非了 譬如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 每年都會說他支持哪一個人 今年他說 36年來首度不為特定候選人背書 即是撐腰支持 endorse 以後也都不會出現華盛頓郵報 支持某位總統候選人的文章 William Lewis 今天透過專欄發表 關於政治背書 就是endorse文的文章 提到這個決定基於幾個理由 回歸華盛頓郵報 不為總統候選人背書的初衷 維護獨立性 同時一行宣示就是支持 讀者自行判斷 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即是說真的 這些全部都是垃圾 既然以為是無獨立性 即是36年來都沒有獨立性 即是這些說話都是忽 兩名支持人士說 編輯部原先寫好支持卡瑪拉的草稿 但華盛頓郵報老闆Jeff Bezos 做了不為總統候選人背書的決定 這個億萬富豪 Bezos 就是電子商巨碼亞馬遜 亞馬遜的創辦人 他在2013年買華盛頓郵報 所以華盛頓郵報老闆就是亞馬遜 亞馬遜的老闆就是 亞馬遜的老闆就是 Jeff Bezos 補儀助詩 亦是和共產黨過重生物的有錢人 華爾街集團很顯赫的人物 另一個是洛杉磯時報 Los Angeles Times的老闆 就是億萬富豪 王興祥 帕特克孫雄 這個人大家知道是亞洲人 日前也擋下了社論版要為卡瑪拉背書的文章 社論版的編輯 Maria Gaza隔日請辭 給聯社報道 今天還有兩名資深記者辭職 換言之 這個大清洗不是單獨行動 同一時間 兩個大的金主 一個叫華盛頓郵報 你就不要再壓住 這個叫洛杉磯時報不要再壓住 有兩個原因 第一 選情越來越明顯 特朗普會贏 第二 如果背後是中共的話 顯然就是不想在這個時候壓補 因為大家知道他已經壓了一步特朗普會贏 所以請這些左捕 高台貴手 明日好相見 這個就是今時今日他們的決定 前華郵總Pete Martin Barron 透過信息回覆華郵記者為歷史 將紀錄這個以勇氣文明的機構 遍現出令人奔案的懦弱時刻 他說懦弱時刻 將使使民主成為受害者 如果這真是左 那就清心直說你的左 為什麼這個地方是抽社論呢 抽評價 不為你自己背書呢 《蘋果日報》都是支持民主派 《大公報》都是支持共產黨的 當然這個香港以前的情況現在沒有了 但是你說這個華盛頓郵報 《洛杉磯時報》為什麼不敢做呢 大家很清楚 剛剛解釋的原因給大家聽 CNBC報導 在2019年的一張訴訟中 Amazon 就是你的Washington Post的老闆 Amazon 就說 特朗普為了傷害被他視為政治地人的背助 施而不當施壓 導致Amazon 失去五角大學一行 價值100億美金合約 五角大學將這行業務交給Microsoft 這個說法呢 就是叫做 故左右而言他 這跟商業利益 官商關係完全無關 是華盛頓郵報 和洛杉磯時報背後 的中國因素問題 我想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這幫人繼續幫他 說一大堆垃圾的事情 全部都是去散彈槍 就是完全是將他 故作為言他的一件事 講到這裏 大家都很清楚 票不可以亂投 如果大家亂投票的話 不得了 就是 會分分鐘出很大件事 預告 即今天時間 27號 兩件事 國際新聞大家要注意 第一 日本舉行眾議院的全院的改選 執政自民黨 是否能夠過半數呢 不必看好 聯合公民黨 是否能夠過半數呢 都不必看好 那他會否繼續維持執政地位 可能要聯合第三個政黨 才可以執政到 那這個情況 會否削弱到這個 比較左派一些的 即右派的自民黨 裡面比較左派一些的 這個手上 這個 石破茂 他的執政 這個是有待觀察 那安倍派的 是否衰亡 衰落 還是會絕地反擊呢 有待觀察 第二件事要注意的 在美國 特朗普會到 Medicine Square Garden Medicine Square Garden 在哪裡 New York OK 就在New York City 居辦一個 非常難得的 一個 造勢大會 這就是在27號 晚中 終目的一件事 那大家有興趣的 可能在 今天晚上 稍後 甚至明天 星期一 的時候 我們的台灣時間 星期一的時候 好好地去看這個問題 所以 我會相信 未來這些重點 會逐步浮現 所以大家可以再 Dep 真點 我開始的半個小時 講的兩則新聞 特朗普 誓保 Jimmy Light 和民主黨 收共產黨的錢 就是比亞迪 那件事 跟著看 做勢大會 一改一個例 重溫 Joe Rogan 和他的 Podcast的專訪 細心看 重溫 Hewitt 和 Donald Trump 的專訪 細心看 星期日 27日 他在 New York Medicine Square Garden 做勢大會 演講 將會相當清楚 是一個 精彩的 concluding remarks 更加有看點 更加有看頭 希望大家 能夠準時收睇 我們先講到這裡 明天再有時間 跟大家講有關其他的新聞